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树枝根 是我们每个人永远的避风港 一个家庭要想把日子过得红火 让生活过得兴旺 需得拥有这四样 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呢 不是锦衣玉食 也不是大富大贵 而是家庭和睦 家人团结 心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使 俗话说 牙齿和舌头也难免会闹别扭 一家人在一起总会有磕磕碰碰 多一点包容 少一点计较 自然亲密无间 一团和气 星云大师说 能干的人不在情绪上计较 只在做事上认真 无能的人不在做事上认真 只在情绪上计较 一家人相处应该合颜悦色 有难一起面对 有事一块商量 没必要争出对错强弱 所谓人心奇 泰山仪 一家人只有习心协力 生活才能越过越美好 孩子是一个家的未来 想要培养出有出息的孩子 良好的家风必不可少 所谓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文化素养 精神面貌 良好家风重在传承 父母的言行举止都深深地影响着孩子 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 孩子也会勤学苦读 一个好意勿劳的家庭 孩子也会不求上进 唐宋八大家 苏门三学士 苏寻 苏氏和苏哲 父子三人都是北宋的文学家 而这得益于良好的家风 苏寻在做了父亲后 以身作则 勤读诗书 苏母则从小就教育苏氏和苏哲 要慈孝仁爱 不贪外财 千百年来 梅山苏氏后裔秉承 读书正业 孝似仁爱 非议不娶 为正清廉的家风 世代相传 宗族兴旺 一个人成功的源泉在于家训端正 一个家庭兴旺的根本在于家风纯正 曾广贤文中有言 兴家犹如真挑土 败家犹如水推沙 自古以来 败家容易 兴家难 勤俭节约 再贫寒的家庭也能日渐兴盛 铺张浪费 再多的家业也会被迅速败光 奢侈是美味的毒药 使人在甜蜜中堕落 勤俭是苦口的良药 使人在苦涩中成长 芝加哥言中有言道 自奉必须简约 宴客切勿留连 自己的日常生活必须勤俭节约 他人宴请也不必要留连忘返 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半思半缕 横念物力维艰 懂得珍惜 方得幸福 小到个人 大到国家 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勤俭节约 勤已致富 勤已养得 勤劳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兴盛 勤俭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长久 孝是孝顺父母长辈 T是团结兄弟姐妹 时光异世 青春不在 我们渐渐长大 父母慢慢变老 人生最遗憾的事 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在 树欲静而风不止 勤孝歌中说 孔子诸孝经 孝乃得之属 父母皆坚心 由以母为独 行孝须尽早 唱回家看看 跟父母谈谈生活琐事 和长辈聊聊 家常里短 带父母出去旅游 满足他们的心愿 丰富他们的老年生活 现代社会独生子女较多 可能很多人缺乏兄弟姐妹 相伴成长的经历 但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 往往家里兄弟姐妹都有好几个 从小就在彼此照顾中长大 家族兴盛的标志之一 就是人丁兴旺 逢年过节 热热闹闹齐聚一堂 有句话说 简不断的是手足情 割不裂的是血脉线 家庭和睦 再与兄弟姐妹能团结一致 诗经中说 妻子好和如骨色琴 兄弟既息和乐且战 大意是夫妻双方志同道合 就好比琴瑟协奏 悠扬婉转 兄弟姐妹相亲相爱 才能长久和和美美 家庭成员之间凝聚在一起 互帮互爱才能兴旺发达 一旦为了利益冲突 闹得离心离德 那么这个家也就支离破碎了 困惑迷茫时 家能让我们重拾信心 疲惫不堪时 家能让我们重整旗鼓 孤单落寞时 家能让我们倍感温馨 我们一生所追求的 无非是家人健康 家庭幸福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到这了 感谢你的守候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的底部 给我们点一个在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晚安 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